将鱼头先炸过 然后放入火锅当中继续煮 就是大家常吃的砂锅鱼头 这只重有20斤的鱼虎 经过处理后 分成三个部分来料理 擅长鱼头料理的厨师陈鹏瑞表示 处理鱼虎的过程要很小心 鱼虎处理 它的那个就是鱼鳞可能比较硬一点 处理起来可能就比较吃力 可是它腥味也是蛮重的 吃起来就是没什么骨头这样子 我觉得它的那个牙齿 我觉得还蛮 肥数量非常多 非常利 不小心刮到就会非常非常痛 虽然砂锅鱼头 以及清蒸干煎的料理方式很普遍 但毕竟鱼虎是外来鱼种 台湾很少人懂料理 因此让厨师陈鹏瑞也不敢大意 而韬客除了称赞鱼虎肉质细嫩 而且刺不多之外 也呼吁大家能够多多用吃的方式 来帮忙消灭鱼虎 我们今天料理方式是用砂锅 它的头 就是在煮那个砂锅 用砂锅鱼头方式来料理 第二个就用蒸的 用清蒸的方式 第三种是用煎的 干煎这样子 还有其他方式像 三杯啊 还有就是红烧啊 糖醋啊 豆瓣应该都可以做料理这样子 这个鱼虎呢 对到一块钱的生态 我们本土的生态破坏得非常非常严重 我们这些地方有呼吁说 来这些鱼虎呢 可以消灭到对这个本土种的照顾 要让它延伸啦 比一般的一般的鱼 煎起来都到口感上 百质上都非常之用 入口即化非常好吃的 这也都一只两个好事啦 日月潭中的外来鱼种鱼虎 已经造成生态危机 虽然当地尚未有餐厅推出固定鱼虎料理 但一大少的餐厅厨师都很愿意协助特制鱼虎三吃 让兵主尽欢 只是鱼虎不好抓 因此想要在日月潭吃到鱼虎 可能都需要事先预约询问 记者静创线采访不到